宝玉看到黛玉又病了 心里放不下 连饭都不想吃 不断到消香馆询问黛玉的情况 黛玉怕宝玉这样会生病 就说宝玉完全可以去看戏 干嘛要待在家里 宝玉本来就因为 昨天张道士提亲的事情 心里很不爽 现在听到黛玉这么说 他就想 其他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以饶恕 居然连你也讽刺我 所以就更加烦恼 如果是在别人面前 宝玉还能控制住情绪 可是黛玉作为宝玉默认的知己 也说这些 这就比别人的刺激大得多 所以他就立刻黑了脸 说自己白认的黛玉了 算了 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次的宝带冲突 几乎每次都是因为 黛玉首先控制不住情绪 宝玉则一直是那个 理性耐心劝解的人 可是这次呢 宝玉带头黑了脸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黛玉这句话 实在是显得太冷了 相当于给一肚子热情的宝玉 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大热天 宝玉来回跑肖香馆的情意很明显 可黛玉的这句话 却显示出完全不领情 甚至还含着讽刺的意味 黛玉真的不领情吗 其实也不是 从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 黛玉是因为担心宝玉的身体 所以才这么说的 可是黛玉的表达方式又出了问题 完全没传递出关心宝玉的意思 他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呢 是因为黛玉是个玻璃心 完全藏不住东西 他跟宝玉一样 对张道士提亲有意见 老杨估计 对宝玉拿金七零也有点小脾气 但是他没地方发泄 因此就控制不住 把这些情绪都带到了 跟宝玉的谈话上面 如果是平常的情况 宝玉肯定会低声下气的劝解黛玉 可是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宝玉自己也是一肚子气 黛玉话里对自己的不理解 就变成了火上浇油 所以他说白人的黛玉了 背后的意思就是 这么多年居然你还不了解我的心 可是因为很多话没法说 所以宝玉后面就接着说 算了 也就是不想说了 黛玉的嘴哪里肯饶人 听了宝玉的话 马上冷笑两声 说自己也知道白人得了 哪里有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的呢 这一句是明显误解了宝玉 同时他还再次哪壶不开提哪壶 扯到了金玉良缘上 宝玉听了直接对着黛玉的脸问 你这么说是不是故意诅咒我天诛地灭 黛玉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宝玉又说 之前才为这个诅咒发誓 今天又说这个 自己就是天诛地灭了 对黛玉又有什么好处呢 宝玉这句话说得很重 你还记得上回末尾宝玉在路上碰到黛玉说的话吗 宝玉说 我心里要是有这个想偷 天诛地灭 万事不得人生 宝玉当时是很郑重地说的 所以现在黛玉还拿金玉良缘讽刺他 他就很生气了 所以这里写的是 质问到脸上 黛玉听到宝玉的话 才想起之前宝玉发的誓言 发现自己确实说错了 所以又是着急又是羞愧 就战战兢兢地说 自己要是故意咒宝玉 也天诛地灭 本来说这句就没事了 可是黛玉跟秦文一样 也有管不住嘴的毛病 他接着说 自己知道昨天张道士提亲 怕阻挡了宝玉的好姻缘 还怪宝玉是自己生气 过来找黛玉发脾气 你看到没 之前宝钗说 黛玉素席猜忌 好弄小信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黛玉虽然发现 自己提经育良缘错了 但是因为他对张道士提亲不高兴 没地方发泄 所以又拿这件事自己宝玉 明明是自己生气发脾气给宝玉 现在却反过来说 是宝玉生气来找他发脾气 黛玉的不安全感 让他总在猜忌宝玉的心 这就造成了一系列宝袋之间的矛盾 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黛玉的眼里心里 都只有宝玉一个人 他的任何情绪 不发泄到宝玉身上 又能发泄给谁呢 下面就出现了整本书中 绝无仅有的一大段心理描写 首先作者说 宝玉从小就有一种下流吃病 这个下流吃病 说的就是喜欢跟女孩们在一起 爱红等正常人都觉得不适合一个男孩子的癖好 而且因为小时候跟黛玉一起生活 所以在性质情趣方面跟黛玉都很匹配 现在呢长大了一些 明白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 又看了包括西乡记在内的那些情色相关的书 宝玉就发现远近亲友家的所有女孩 都没有能比得上黛玉的 所以早就确定了要跟黛玉永远在一起的心事 只是不好说出来 因此呢 他总是用各种方法试探黛玉的心 而黛玉呢 也是有吃病的 他也总用假情试探宝玉 因此两个人都把真心真意满起来 用假意 这就有了两假相逢 终有一真 这里说的两假相逢终有一真 是说两个人假意试探的结果 一定会以某一个人的真情流露收场 就好像是现在 宝玉心里想的是 别人不理解我还可以宽恕 难道你黛玉就不知道我的心里 眼里只有你吗 你不能为我化解烦恼 反过来还讽刺我 奚落我 可见我每时每刻心里都白想你了 原来你心里竟然没有我 宝玉心里这么想 可是嘴里说不出来 而黛玉想的是 你心里当然是有我的 虽然有金玉良缘的说法 可是你又怎么可能重视这个邪说 不重视我呢 即便我老是提到金玉 你也应该显示出完全不在意 这样才能体现出 看重我 不在乎这个说法 为什么我每次提到金玉 你就着急了 可见你心里一直都有金玉 所以每次提到的时候 你就会怕我多心 故意表现出着急来哄我 因此这两个人 原本是一个心 但因为多生了枝叶 也就是都想到分叉上去了 所以才变成了两个心 宝玉还想 不管怎么样都好 只要黛玉愿意 自己立刻为了对方死了 也是情愿的 不管黛玉知道不知道 这都是自己的心愿 因为这样才能看出两个人的亲近 而黛玉心里又想 宝玉只要管好自己就好了 只要宝玉好 自己就好 宝玉何必为了黛玉而自私呢 宝玉不知道自己的自私 就会导致黛玉的自私 可见宝玉是不愿意黛玉接近 有意疏远自己 这个自私是内心空虚不足 若有所失的意思 其实两个人都是囚禁的想法 但是反而变得疏远了 上面这一大段内心描述 其实是之前 多次宝玉矛盾的整体解释 也是很多人恋爱初期 患得患失的写照 因为古代封建礼教的限制 宝代对感情的表达 肯定是没法跟现代人比的 所以宝玉虽然通过对比 确定了黛玉就是自己这一生的伴侣 但却没法直说 而黛玉呢 其实一直也在试探宝玉 为什么要试探呢 因为他不放心 首先周围能看得到的这些男人 就没有一个能让人放心的 加上冒出来的金玉良缘 对两个人关系带来的威胁 再配合黛玉自己认为 孤苦伶仃的生活状态 这些共同造成了黛玉的不放心 继而呢 就变成了持续的试探 试探就引发了误解 继而让原本一样的想法 变成了不一样的理解 最终让囚禁变成了疏远 写完了内心活动 回到了外在的行动 宝玉听到黛玉说好姻缘 越发违背了自己的想法 心里的气不顺 嘴上却说不出话 就赌气从脖子上 抓下通灵宝玉 咬着牙狠命的往地下摔 还说什么老石骨子 我砸了你完事 这里的老石骨子 也就是老石子 《红楼梦》里这个词 先后出现多次 基本都是指 没用的 让人不愉快的东西和事件 尽管宝玉拼命衰玉 可是偏偏通灵宝玉 非常坚硬 丝毫没有损坏 宝玉见没有衰碎 就又找东西来砸玉 黛玉看到这个情况 早就哭起来了 说宝玉何苦这么做 摔砸通灵宝玉 这个不会说话的东西 还不如来砸自己 两个人一闹 子涓雪燕赶快过来解劝 后来看见宝玉拼命砸玉 他们就上来 想从宝玉手里夺玉 可是又夺不下来 闹大了 实在没办法 就去找习人了 习人赶过来 这才从宝玉手里 抢下了玉 宝玉是真的生气了 冷笑着说 他是砸自己的东西 跟别人没关系 习人看到 宝玉的脸都气黄了 眼睛眉毛也都变了位置 宝玉真的是 从来没有气得这么厉害 习人就拉着宝玉的手 笑着说 宝玉跟黛玉拌嘴 不应该砸玉 如果砸坏了 黛玉心里和脸上 怎么过得去呢 黛玉一边哭 一边听了这些话 觉得习人的话 都说在自己心坎上 可见宝玉对自己的了解 连习人都不如 就更伤心大哭起来 黛玉心里一烦 就把刚吃的 用于治疗中暑的解暑汤 都吐出来了 子娟赶快上来 用手帕接住 黛玉一边吐 血焰一边给黛玉捶背 子娟对黛玉说 虽然是生气 但黛玉到底也该保重身体 刚吃了药 中暑才好些 现在如果因为跟宝玉拌嘴 又吐出药来 如果犯病 宝玉心里怎么过得去 宝玉听了这些 也觉得子娟 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 认为黛玉 还不如子娟了解自己 宝玉又看到 黛玉还在中暑 一边哭 一边生气 一边出汗 非常虚弱 就后悔刚才 不应该跟黛玉针对错 现在这个样子 自己又没办法 替黛玉受罪 这么想着 就流下了眼泪 其人看到 宝黛两个人哭 自己也心酸 摸着宝玉冰凉的手 想劝宝玉不要哭 但他又怕 宝玉有委屈 憋在心里 同时也怕让黛玉觉得 自己只重宝玉 轻视黛玉 所以也就流下泪来 子涓收拾了 黛玉吐出来的药 一面拿扇子 给黛玉轻轻扇着 见到大家都不说话 各自哭泣 他也伤心起来了 也拿着手帕擦眼泪 这样就变成 四个人都 无言对气 上面的这次摔玉 是书里正面写的 第二次摔玉 第一次是第三回 黛玉刚进贾府的那次 按照书中的透露 宝玉衰玉 绝不止这两次 但是因为这两次 都与黛玉相关 所以才专门拿出来 正面描写 第一次衰玉 是因为宝玉知道了 黛玉没有玉 觉得玉不是好东西 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六岁 一个七岁 都是小孩子 而这次呢 却完全是为了 金玉良缘 为了婚姻大事 这一次宝玉 真的是很委屈 他已经前后多次 跟黛玉明确了 对金玉良缘的态度 甚至是发展到 郑重的发毒事 可是黛玉呢 还拿这个说事 不断地刺激宝玉 最终 其实是黛玉把宝玉 逼到了不杂玉 不足以明智的地步 那么是不是 习人和子娟 都比宝代两个人 更懂对方呢 显然 这不过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并不是宝代两个人 不懂对方 而是因为两个人 都是利益相关方 因为患德患失 所以才总是不能 客观分析对方的心思 这也是前面 大段内心描述中说的 越想靠近对方 反而变得越疏远了 四个人哭了一会儿 行人勉强笑着对宝玉说 你不看别的东西 只看玉上穿的穗子 也不应该跟黛玉拌嘴 因为这个穗子 是黛玉做的 可黛玉听了 不顾自己生病 马上夺过通灵宝玉 拿起一把剪子 就把穗子剪成了几段 黛玉还说自己是白费力气 宝玉也不稀罕 自然有别人替宝玉再做好的 习人拿回玉说 都是自己多嘴才弄成这样 宝玉却对黛玉说 他只管捡 反正自己不带通灵宝玉了 这也没什么 老杨在这里提醒你 为什么宝玉这么淡定呢 因为他已下定决心 就算是砸不碎通灵宝玉 他也要打破金玉良缘的说法 所以他说以后都不带通灵宝玉了 而黛玉上面的话呢 又是一个神预言 不久之后 就有人替宝玉操心玉的装饰品了 大家往后看就知道 别人对此是多么费心啊 就在几个人在黛玉房里闹的时候 黛玉的老婆子们 看到这些情况怕连累 就跑到前面汇报了贾母和王夫人 贾母和王夫人看到他们专门来汇报 以为是多大的事情 就赶快一起进入大官员来看 习人以为是子涓派的人 子涓以为是习人派的人 两个人就相互抱怨 这里其实也体现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隔墙有耳 这些婆子都是贾母和王夫人的眼线 后文中很多泄密事件 他们都是嫌疑人 贾母和王夫人近来看到 宝玉和黛玉都不说话 问了问情况又没什么大事 就开始批评习人和子涓 怪他们不小心服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宝玉衰玉对于贾母和王夫人来说 已经不算大事了 确实说明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习人和子涓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辩解 耐心地听了批评 你还记得吧 这两个大丫头其实都是贾母调教出来 占用贾母编制的高级丫头 最后贾母把宝玉带走 这场争端才算收场 过了一天到了五月初三 这一天是薛盘的生日 跟宝钗生日一样 薛盘也摆酒唱戏 请贾府的人参加 宝玉因为跟黛玉吵了架 这两天都没见面 他心中后悔自己没控制住情绪 所以无精打采 没心情去看戏 他就推托有病没去 黛玉本来中暑不严重 听到宝玉不去 他就想 宝玉本来是喜欢喝酒看戏的 现在反而不去 肯定是因为前两天气到了 又或者是因为看到戴玉不去 所以也没心情去 这时候戴玉十分后悔 因为冷静下来 他也觉得怎么样都不应该 捡通灵宝玉的碎子 如果自己不重新给宝玉穿好 宝玉肯定是不愿意戴这个玉的 而通灵宝玉是贾府公认的 宝玉的命根子 大家肯定是不能接受 宝玉不戴他的 贾母前两天看到宝黛生气 本来觉得今天凑到一起 在薛盘薛姨妈那边看戏就好了 没想到这两个人都不去 因此贾母就着急抱怨说 自己是在哪一世积攒下来的孽障 这一世偏偏遇到宝玉和戴玉 这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 没有一天不让自己操心 这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哪一天自己闭了眼 断了气 也就任凭宝代闹上天去 自己看不到也就心不烦 可现在又没厌气 她一边抱怨着 贾母也哭了 老太太的这段话非常重要 老杨提醒你注意 第一 贾母在这里 一直都是把宝黛两个人 放在一起说的 没有偏袒任何一个的意思 其实这也体现了 贾母一贯对待两个人的态度 从黛玉进贾府的那一天开始 她的各项标准都跟宝玉一致 明显高于贾府三春和其他人 上一回我们就看到 就连晚上吃饭 都是只叫宝玉带玉陪着吃 其他人跟王夫人吃 第二 贾母用到了冤家这个词来说宝代 还专门用了 不是冤家不巨头这个俗话 上一回讲冯子英饭局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 这个词在民间是明确指情人的 这就透露了贾母 想成全宝代婚姻的意思 第三 只要贾母还活着 她就会对宝代负责任 就会对这两个冤家负责 反过来呢 只有贾母不在了 宝代的婚姻才会是个问题 所以八十回后 只要贾母还在 那么宝代未能成婚的原因 一定是外在问题 而不是贾府内部问题 而一旦贾母不在了 问题就会变得复杂了 经与良缘的矛盾才会激化 宝代两个人听到了贾母的这段话 这两个人之前都没听过 不是冤家不巨头这句话 现在听了都开始像参禅一样 细细品味 然后呢都暗自流泪 虽然没有见面 但两个人一个在萧香馆 对着风流泪 一个人在怡红月对着月长叹 却反而变成了 人居两地 勤发一星 你看到没 经过这一场冲突 那一大段心理描述中说的 两颗星变成了一颗星了 一方面 这是因为宝代体会到了 祖母想促成两个人婚姻的意图 另一方面 也是冷静下来的两个人 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和认真思考两个人的关系 这个时候 席人劝宝玉 说即便有千万个不对 都是宝玉的不对 过去家里的小丝们 和他们的姊妹们半嘴 或者是家里两口子有争执 宝玉听到了都骂小丝蠢 说他们不能体贴女孩子的心 怎么这次宝玉自己也这样呢 明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如果宝代还这么仇人一样 贾母肯定会更不高兴的 还弄得一堆人都不平静 如果宝玉听席人的劝 那就低声下气 去给带玉认个错 大家还是跟往常一样 这样所有人都好 宝玉听到这些话 会不会按席人说的做呢 我们下一回一起继续读书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点赞收藏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 请订阅点赞收藏